接警后 新城区消防中队的六名消防员迅速赶到现场 这个冰窟窿位于河中心 距离河岸约90米 落水男子的身体几乎全部浸泡在冰水中 零下17度的气温如不迅速救起 男子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消防员迅速对现场冰面厚度 水流方向等进行安全评估 并确定了救援方案 消防员身着救生衣 腰际安全引导绳 在冰面匍匐前进 慢慢接近落水者 小心翼翼地迁拉救生阀 五分钟左右 消防员终于靠近落水男子 将安全绳套在落水者腋下 迅速拉上救生阀 同时 后方保护人员奋力回收安全绳 将救生阀拉回河岸 男子被成功营救 据了解 这名落水男子大约50岁左右 当天独自一人出门 可能是想从河面抄近路到对岸 却不慎落水 上岸时 男子身体已经冻僵 意识模糊 消防人员为他裹上大衣 交给120救护人员进行救治